据报道,昨天加拿大籍被告人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中国随意做出死刑判决 加政府对此极度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表示 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 加方有关人士的言论缺乏最起码的法治精神 中方敦促加方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加拿大方面有人说中国随意判决 此话诧异 我不知道加方的有关人士讲这个话之前 有没有认真地读一读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此案发布的相关信息 有没有认真地学一学中国的有关的法律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被告人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 依法进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死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华春莹说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信息十分具体和详尽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大家都知道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 社会危害极大 各国都予以严厉的打击 中国同样对毒品犯罪严惩不待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就是真正的法治精神 家方有关人士的言论缺乏最起码的法治精神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们敦促 家方尊重法治 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纠正错误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